小冯死后 后世江湖突然冒出一位武学奇才 将虚竹杀进了棺木之中 在天龙八部的末尾 小冯为了化解辽宋两国的战士 自尽死在了燕门关 随着辽国十万铁骑 缓缓退出了燕门关 这一步跌宕起伏 荡气回肠的武侠巨作也就此完结 不过段宇虚竹又是当打之年 他们的后续故事必然精彩至极 尤其是虚竹 他可是灵鹫宫的新任主人 在上了飘渺风之后 居竹又遇到了什么风波变故呢 数年后江湖里突然冒出了一位武学奇才 他自创了一门剑法 能破解天下间的任何武功 这位奇才走南闯北多年 仍找不到一个像样一点的对手 只因武功再强的高手 都抵挡不住这位奇才的三招两式 这位奇才不是别人 正是剑魔独孤求败 独孤求败先是在黄河一带声名鹊起 最后来到中原杀了不少仇扣 打败不少高手 不过独孤求败心里很清楚 中途卧虎藏龙 不知隐服了多少默默无闻的顶流高手 他四处打听 功夫不负有心人 最终得知飘渺风上有一位公主武功极高 将多门神功聚于一身 独孤求败带好干粮清水后立即动身 很快就攀上了飘渺风 打开了灵鹊宫的大门 然而映入眼帘的一幕 却让独孤求败大惊失色 原来独孤求败发现 灵鹊宫中央坐着一个身穿僧袍的和尚 而这个光头男子的四周 被一群花枝招展的少女围绕着 独孤求败暗暗心惊 原来灵鹊宫公主竟是一个秃头淫贼 他掳了这么多女子 来供自己吃喝玩乐 真是罪该万死 就在独孤求败雷霆震怒之时 呼听一位少女快步走到虚竹面前 然后 公公静静地跪下 道 主人 水已经烧好了 让我们伺候你 沐浴更衣吧 独孤求败哪里知道 虚竹在上飘渺风的第一天 就被梅兰竹菊包了个金光 洗了一个香喷喷的热水澡 只因灵鹊宫的门规 就是要伺候公主洗澡换衣 只不过虚竹慢慢厌倦了灵鹊宫的生活 所幸再次剔度 一边管理灵鹊宫 一边钻研佛法 然而这么多年过去了 虚竹沐浴更衣 还是有九天九步众女伺候 虚竹本人也是习惯了 可在独孤求败看来 这无非是一个银贼仗着武功 抢逼少女为非作歹 此银贼不死 天地难容 独孤求败大喝一声 出驴 拿命来 话音刚落 独孤求败手中常见就好似 蛟龙出海一般 竟直朝虚竹刺去 虚竹在灵鹊宫 每年都会遇到 不知天高地厚之人上门挑战 眼见独孤求败常见次来 虚竹眼尽都没抬 袍袖随手一挥 只听华一声响 虚竹的袍袖 竟被独孤求败滑了一道大口子 虚竹这才意识到 眼前这位怒发冲冠之人 绝非等闲之辈 于是施展天山折眉手的一招 试图夺去 独孤求败的手中常见 好招 独孤求败见虚竹招式 陡然变化 不禁鹤了一声踩 独孤求败的剑法 也跟着变化 只听独孤求败一声轻鹤 扩掌势 虚竹啊的一声惊呼 一阵剧痛 顿时从掌心传来 九天九步众女 此时才看清 独孤求败的常见 不知何时 刺进了虚竹的掌心之中 鲜血不一会儿就留了一地 主人 快施展生死符 对 我怎么没想到 虚竹还是当年 那个木讷的小和尚 他急急忙忙逆转北冥真气 将掌中的血水化为冰块 朝独孤求败志趣 独孤求败也是非同小可 他也猛然察觉 虚竹的内力突然变了 而眼前一花 似乎有许多透明物件 朝自己急驰而来 说时迟那时快 独孤求败大鹤一声破剑式 等时将虚竹制出的冰块 尽数击落 独孤求败暗暗心惊 要不是我练成了破剑式 被这生死符击中 不知有何后果 随后 独孤求败朝冷笑道 铺驴 果然有两下子 就怪不得能占山为王 在这里威非作胆 不过接下来 我这一招会要了你的狗命 我见下从不杀无名鬼 你叫什么 报上名来 虚竹速来迟钝 他没有回话 只觉得眼前这人 剑法极高 若不摒弃宁神 还真会被他所杀 只见虚竹运起真气 全身骨骼如炒豆一般 啪啪作响 头上飘起了鸟鸟青烟 独孤求败 也知虚竹正在浅于魅力 他不假思索的 大鹤一声破气势 手中常见剑莽暴胜 以一个快如电 急如风的速度 朝虚竹的下丹田刺去 喷一声巨响 九天九步众女 被一阵刚风刮的 睁不开眼睛 灵鹫宫大殿土石飞扬 在尘土散去后 九天九步众女不惊讶的一生 只见独孤求败 依旧保持着刺剑的姿势 而他们的主人虚竹 则倒在了地上 数月之后 独孤求败方才知晓 他击杀的那个突驴 竟是一世虚竹 在数年前 虚竹曾和萧峰 一同逼退了辽国十万铁骑 独孤求败追悔莫及 将那并击杀虚竹的长剑 抛入深谷再也不用 话说独孤求败将剑抛入深谷 仍是耿耿于怀 但独孤求败越想越不对劲 他惊觉其中必有蹊跷 只因虚竹链有几百年功力 还在灵鹫宫的石壁上 不断参悟神秘武学 自己不该如此轻松地将他击杀 独孤求败越想越慌 几日后 独孤求败寻到虚竹葬身之所 望着墓碑正正出神 孤的一掌排出 泥土纷飞 露出一幅漆黑棺材 独孤求败一袖一幅 却见棺盖徐徐飞出 棺内空无一物 独孤求败先施一争 然后哈哈大笑 叫声如龙银似虎笑 大笑之后 独孤求败飞身而起 瞬间不见踪影 却说膝下皇宫之内 膝下公主望着 同镜内的自己黯然伤神 呼绝一双大手无声无息 轻柔腰间 鼻中闻到一股熟悉的味道 耳边传来轻声嘻难 我来了 再也不走了 膝下公主两眼一热 眼泪奔涌而出